诶 看一下 有啊 全部都有选啊 我再一次好了 有了 我有了 我有了 我关掉一次 再开一次 没关系 我又开一次 有了有了是不是 好 OK 好 好 这边我们现在看 光线随于距离的衰减 在directional light 里面呢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属性 但是我们现在呢 可以先把directional light 关掉 ambient light 也先关掉好了 因为我们要讨论一下 光线随距离的亮度的一个衰减 所以我现在呢 开一个点光源好了 point light 那点光源开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把点光源的位置呢 稍微拉一下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use all light 快速键是7 它可以看得到大概的一个结果 请注意这个画面永远都不准 对画面里面的这个结果 跟算图结果不同 请不要有那个幻想 会觉得是一样的 那是从来不会发生的 所以这个画面 永远都只是给你参考用 只是给你参考了 它从来没有准过千万记的这件事情 那现在呢我要把这个球体呢 复制喔 Ctrl D 移开 Ctrl D的那个指定呢 是duplicate 所以在这个指定下面呢 有一个叫做duplicate with transform 它可以呢 就是用你刚刚的位移呢 直接套在后面复制的物件上 这个知道吧 好吧 你们这样笑的意思就是不知道吧 这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好了 反正3D软体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呢先看 这个参数呢 Decay Rate 本来呢 它预设值是 No Decay 所以我们现在先算一张图来测试喔 现在是No Decay 所以你会发现呢 所有的球体呢 亮度都差不多 对不对 都一样 不是差不多应该是都一样 我现在把画面存起来 No Decay 我现在把它改成Linear 改Linear以后呢 我们再算 光线开始会随距离衰减它的亮度 有看到吗 OK 那再来呢 这个是什么 平方的意思 所以就是基本上 这才是符合物理现象的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让光线会随距离衰减 所以你有没有真的随着距离的平方衰减 并没有想象中的重要 比如说距离是2的时候 它的亮度就剩4分之1 懂那个意思吗 它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再来就是地方 所以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就没有说一定要照真实的去射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衰减 你的画面就会看起来好很多 不要没有衰减哦 没有衰减的就看起来很假 这个要注意哦 OK吗 然后呢衰减呢 除了光线随距离衰减 那另外有一种灯光呢 是所谓的Spotlight 圆锥形的灯光 Spotlight我们来看一下 Spotlight是这样子 这个是Spotlight 那Spotlight呢 我现在要做调整的话 第一个我先切到缩放工具 Scale Tool去缩放 缩放的时候 我们可能按快速键T T是Show Manipulator 显示它的控制器 我们呢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好 好你看的地方是 它其实有一个衰减 是另外一个方向的衰减 叫Drop up Drop up Drop up跟刚刚又不一样 Drop up现在是0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光锥 中心到外围一样亮 如果开始调Drop up的数值的话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有没有看到 好 然后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 就是在使用像这样的一个灯光 Spotlight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叫P number angle 跟Cone angle P number angle 可以控制这个圆锥做羽化 所以我们现在呢可以把P number angle 数字调一下 它算出来的边缘就是会比较有羽化的效果 这个P number angle 你现在可能觉得没有太强的感觉 原因是因为它好像有一个ray tracing在算 OK 那Cone angle在这边 使用像这样的一个灯光的时候 进入show manipulator模式下 它可以调很多有趣的参数 比如说第一个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manipulator 控制器 它可以做一个switch 这个switch 这个switch可以调很多东西 你看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switch可以干嘛呢 你看 我现在呢 比如说调到这里 这里呢可以直接去调它的 Cone angle 有没有 它可以直接去拉它的Cone angle 那你可以switch再调 这是什么 p number angle 再调 这个的话就比较诡异哦 我不会建议你用哦 它这个叫做 Decay region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设计 这个这一部分听听就算了 因为我觉得根本用不到 Decay region呢 它分region1 region2 跟region3 三个区块 所以它可以控制呢 它亮的区块是 从哪里到哪里是亮的 然后中间可能是暗的 然后从哪里到哪里都是亮的 懂意思吗 所以它会分三个区块 是这样的意思 可是我觉得这个用到的机会太少了 所以你可以完全忽略这个功能 OK吗 Decay region完全去忽略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呢 我觉得大家现在先要练习的是 衰减这件事情 那衰减的话呢 因为不是每一种灯都有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看 比如说第一个ambient light 它有吗 没有 第二个area light 有吗 对不对 Decay一样分这种 有没有四大类 没有衰减 还有线性衰减 随距平方衰减 随距的地方衰减 然后area light完以后 directional light 你看一下有没有那个衰减 那再来你看像是点光源 像是spot light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volume light volume light 其实是一个很奇特的灯 这个后面我们再讨论吧 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用一个量体去控制哪边亮 哪边暗 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所以大家先试试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衰减 一个是随距离衰减 另外一个是spot light 光追的中心到外围的衰减 p number angle跟drop up 这些东西要试试看 OK吗 好 那画面 欢迎给你